哭戏是非常考验演员演技的一类戏 好的哭戏能让观众跟着嚎啕大哭 感受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 可那些演技差的哭戏 演员明明哭得很伤心 很努力 却让观众笑到差气 那么都有哪些成功逗笑观众的哭戏呢 这里是虾谈鱼子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明星的搞笑哭戏吧 威廉凭借着古剑奇谈中 睿智深情的大师兄 成功在内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而他和李一峰的师兄弟情 也在千呼万唤中延续到了火色生香 只是没想到威廉在这部剧中 竟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演戏方式 洗脑随演技 只见威廉一个桂华直接推飞了男配 然后紧紧地将奄奄一息的舒畅妹子 露在怀里 嘴唇贴在舒畅的脑门上浅尝了一下 在舒畅开始回忆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 威廉的面部开始逐渐失控 然后他狂吸了一口舒畅的脑门 可能是在为之后的演技 汲取一点疯狂因子 只可惜他尝试着翻了个白眼 也没有挤出半点的眼泪 而看到舒畅彻底失去意识之后 威廉突然痛苦地狂笑了起来 笑得就好像哭了一样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威廉就是在哭呢 紧接着他就恶狠狠地 亲在了舒畅的脸上 整个嘴唇都被压得变得形 看上去就像是要吸干 舒畅的闹碎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舒畅都不能笑场 就不得不夸一下他的信念感之强了 虽然威廉的洗脑随时演技 让人捧腹大笑 但好歹人家也是个古装美男 至少看起来赏心悦目 而金汉不仅哭起来愁 就连古装造型都成了最愁古偶男主 一般古偶男主从天而降都自带掀起 一眼便能叫人爱得死去活来 可金汉的出场却像中年戏主任 抓女主早恋 愁得不忍之事 而在一场无嘴痛哭的戏中 金汉自以为哭得皮帅 但看起来就像是要把自己握死一样 还有在见到妻子的墓碑时 金汉猙獰的表情 看上去下一秒就要绝了人家的坟 而他蹲在地上的动作更像是便秘 不像悲伤到无法站立 但最让人笑到喷饭的 还得属金汉的难缠演技 受伤的金汉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 高高昂起的下巴痛苦的哀嚎 再加上一旁不断擦汗的手 只差一句再用力点就出来了 就是难产的标配了 某些女演员演生仔细的时候 但凡来和金汉曲举精 得不至于演得那么尴尬 新手代演员演技差 似乎成为了一个常规现象 只要有流量就可以没演技 这部在《演员请就位2》中 陈又为就贡献了一场僵尸派的演技 当时他和王楚然一同演绎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名场面 叶华取下素素眼睛的那一幕 虽然赵又廷在剧中被大家称作面贪脸 但是这一段即便他没有太多的表情变化 也能看出他保护不了所爱之人的无助和痛苦 让观众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瞬间就不想让素素去跳竹仙台了 可是当看到陈又为版的《夜花》时 他在取眼睛的时候 手抖得就像是帕金森患者 嘴唇像踩了缝纫机 无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不知情地还以为他才是那个失明的人 痛哭的时候 陈又为张开了大嘴巴 就像是哈欠打了一半 哭得更像是便秘上不出来厕所 要不素素还是赶紧挑了助仙台 三生三世都借不起这个夜花算了 无独用偶 哭丝洋洋的新生代演员邢昌昭凌 在你是我的命中注定中 也贡献了行事哭戏 看到女主遭遇车祸倒地后 秦昭凌本想将女主从地上公主抱起来 尴尬的是 第一下没有捞起来 为了男人的尊严 他便彻底放弃了表情管理 猙獰地用尽吃奶的劲 将女主抱了起来 然后整张脸扭曲地在雨中 用小碎步跑折 这一段全脸都是戏的哭戏 也被网友戏称为多边形哭戏 虽然丑是丑了点 但好在足够真实 就是莫名让人联想到了小月月的 在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 很多人第一次get到了刘尹豪的演技 他的各种哭戏将男主张哲凯 风沛细腻而又纯粹的情感世界 传递得丰富又有层次 几乎没有人不会被他的哭戏所折服 但就是这样一个哭戏很有实力的演员 却翻了车 在《不要忘记我爱你》中 刘尹豪和娜扎在车流里吵架的时候 能看出他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哭出眼泪 他即便整个眉头皱成一团 嘴角用力抽搐 也没办法挤出半滴泪水 逼得刘尹豪只能用哨子般的哭腔 缓解一下尴尬 只是这操作看的娜扎是夜脸的迷惑 都说台湾偶像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阮今天可以说是踩上了台偶剧的小尾巴 他和陈乔恩一同出演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创下了台偶剧的新纪录 也让他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成为了无数少女心中的梦中情人 之后阮今天又凭借着猛侠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可以说是台偶男主少有的转型成功的例子 明明已经走上了硬汉的道路 阮今天非要掉头演回霸道总裁 在舌尖上的心跳中 阮今天现实直停停地躺在床上 然后像是想到了自己射死的瞬间 整个人开始拧成一股麻花 就像半夜睡觉突然手脚抽出了起来 在一个大大的哈欠 不对是大大的无声痛哭后 他的一只手钻拳紧紧贴在自己的嘴巴上 发出呼呼的声音 这可能是冬天手太冷需要吹暖和一下 不过相比起杨颖的演技 阮今天的哭可以说是比较有代入感的了 在新娘大作战中 看着好闺蜜在自己面前泪如雨下的样子 本着老娘绝不能输的精神 杨领也开始哭了起来 她先是嘴唇快速闭合 巴拉巴拉了一大段口齿不轻的台词 带动着假睫毛迅速颤动 用风速成功开启了自己的肋线开关 滑落的一滴泪 刚好遮盖住了她微微翘起的嘴唇 空洞的目光 被长得不能再长的睫毛演示成了悲伤 只是这一滴泪滴完后 下一滴泪估计要从眼药水瓶里找了 而且明明是哭得极其悲伤 杨领的嘴角却从来没有放下过 只能说做多了嘴角上扬 也不是件好事啊 和杨领微笑酷戏不同的是 宋倩采用的是悲伤挖式路线 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中 宋倩在得知自己的未婚夫要取消婚礼之后 她嘴巴一扁眉头一弯 五官开始各有各的想法 在疯狂的蹦跌两下 可惜没有蹦跌出一滴眼泪 眼见大动作逼眼泪不成功 宋倩开始紧闭双眼 仿佛这样观众就看不出 她在应急眼泪了 为了将自己的悲伤 演得更加真实一点 宋倩在完全没有眼泪的情况下 刻意地啜泣了起来 看得观众只想浑穿舒淇 叫她 冷静 最近刘亦菲凭借梦华路仙女下凡 拯救了无数苦于骨偶 丑颜已久的观众 仙女的异地泪就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哭的梨花带雨 但天仙又黑历史 在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刘亦菲在某段哭戏里 先是用小手在嘴边亲眼 做痛苦状 然后仰头展现绝美的下额线 配上多次急促的喘息 妥妥的就是喷嚏打不出来的样子 不过神仙姐姐即使是打不出喷嚏 也是绝美的 管小彤的演技向来都是忽高忽低 她可以是影里面 凭借着雨中撑伞一个画面 就每番全网的清平 也可以是极光之恋中 成精的开水壶 管小彤在剧中失忆之后 在一群好朋友的帮助下 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但是难以接受现实的她 直接原地起跳 发出了口哨般尖锐的喊叫 也像极了家里开水壶 烧开了的刺耳声音 但好歹管小彤的台词 功底还是没话说的 至少字字句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可到了沈月这里 她的哭戏 简直就像是嘴里含了一口水 在剧版《七月雨安生》中 沈月得知妈妈去世后 她对情绪的处理 直接到了癫狂的程度 瞪眼皱眉仰头大喊 每一个都是情绪崩溃的前奏 她知道只要自己坚持不眨眼 一定可以凭借外界的刺激 让她眼憨热泪 她知道只要手臂挥舞得足够起劲 就可以让所有的人 忽略她的舌头麻木 但大段大段的台词 还是让人难以容忍 她那大舌头的说话方式 我一个人上学 我一个人放学 在外面是一个人 其实把舌头捋直了 再来演戏应该是不难的吧 何苦为难观众 而另一位女主角 陈都琳的戏也没好到哪里去 她在和男友对峙的时候 疯狂扭动着自己的头 整个画面就只能看见 她的脑袋再来回晃动 展示着自己优越的新疆武功底 吴景言可以说是 作死的一把好手 握着《言喜攻略》 这样一部爆火的电视剧 和《白玉兰事后》这样的大奖 还能将自己的路全部封死 也是没谁了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她并没有那么出色的演技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她在《你是我的答案》中 白小鹿落泪的神场面 在发现自己的宠物狗 很可能出事之后 她直接一个电话 搭到了警察局 喂 警察叔叔 救命啊 而在男主急急忙忙地赶来后 她又上演了《三段式嘶吼》 你快救救她 配合高低起伏的声调 差点没把小狗直接送走 幸好这狗本来也只是玩具狗 而后她的一句 妈妈不要你死 配上吴老师哭中带笑 笑中带哭的猙獰面目 这一段堪称沉浸式 表演法则的领军人物 世人像他们太疯癫 他们却让世人看开点 毕竟能笑一天是一天 拯救大家笑点的烂演技 也算是演技吧 嗯 怎么不算呢 毕竟能在哭泣里 贡献笑点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身为演员 还是要好好精进自己的演技 能让观众共情 让观众和角色之间产生共鸣 才是一个演员应该做到的事情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